然后再跳到下面就是四福音引用旧约关于基督的预言 其实旧约的预言关于耶稣还有很多 不过新的圣经选用讲是以下的 有很多是没有讲的 是有其他的地方讲的 譬如说但耶稣第二章讲到在第四国的时候 神会另立一国 这个都是预言耶稣的 譬如但耶稣第九章讲到基督他会被杀 就是耶路撒冷会连街带河重新建造 由基督来到这个寿高军来到 但会被人杀死 然后之后耶路撒冷会被人毁灭 就一直到底 这些全部都是预言耶稣 不过新的圣经没有讲 所以这些是没有写的 关于旧约关于耶稣的预言是有更多的 这些我们简略地去看 第一他是大位的后裔 他是同女所生 生在百里行 寄居在埃及 他住在加利利 他侍奉之先有一个如同以利亚的先锋 宣告这件事就是施洗约翰 第七他来到会令到百里行的儿童被屠杀 不是他屠杀 是大希律屠杀 第八他要向世界报告恩怜 第九他的使命是要达于外邦人的 他的救恩是去到外邦人的 他担当人的疾病 他要用比喻教训人 他不被人相信 他顺便被一般领袖恒呼和嫌弃 第十三他以胜利的姿态进入耶路撒冷 第十四他与木人被击打 第十五他要被朋友以三十块钱出卖 第十六他与罪犯同死 第十七他要被裁主埋葬 这里四伏没有引用 不过就有提到 约翠的坟墓 他拿了他的身体 安葬在他的坟墓那里 第十八 以醋和胆汁给他喝 第十九 为他的内衣尖沟 这件事很特别的 就是犹太人从来都不会这样做 将他的衣尖分了 然后底衣还要抽签 后来罗马人才有这件事 所以这个预言是很特别的 第二十他临死的时候 说的话都有预言到的 第二十一他一斤骨头都没有截断 第二十二他立堂被刺透 然后第三日复活 第三日复活那里 第二十一是没有一处圣经很清楚说到 他复活的 不过 有不同的经文 说到 活过来 或者 约拿 有不同的地方 以及以撒 第三日他不用死 初头是要死的 后来不用死 这些地方的暗示 就没有直接说到 他会三日复活的 不过 也可以说 你可以 某程度可以推论到 因为圣经是有说到 基督是会被杀 但是又说到 他的政权是永远的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